觉得我们的黄先生这62岁的年龄你们是可以接受的吗 9号是可以接受,10号是可以接受的吗 也可以,11号是可以接受的吗 6号这个年龄是可以接受的吗 看起来很年轻 就勉强可以接受 大概是这意思吗 是 黄先生您好 其实黄先生给出的条件和他对这个 伴侣的要求是很明确的 我可能跟小可的观点有一点点就是不同的是 我一直在说 这个到了这个年龄的做夫妻 尤其是半路夫妻 事实上真的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事业或爱好 不然的话很难 因为再婚夫妻之间会有很多千千万万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两个人能够一起去创业 去做点事情 我觉得相反来说 可能对以后去培养感情更好 因为两个人只有是在这个互相磨合的过程中 一起做事的过程中 可能会找到很多的共同点 咱们台上几位刘登的姐姐 我很欣赏你们 你们看到了一个机友谷 非常好 但是一定要想清楚 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打拼事业 一定要先考虑清楚自己的需求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黄晨斌来到了终极选择 红灯黄灯都算刘登 开始 终极选择过后 舞台上还有三朵桃花 为您盛开 6号为什么灭灯还是年龄原因吗 开场 我觉得很有点劳累 我觉得我现在也没必要那么劳累 我就是这么想 10号为什么红灯转成了黄灯 是有哪个方面的顾虑 我不知道男嘉宾 记不接受我的孩子 主要是 现在问题来了黄先生 9号 10号 11号 按照我们舞台上的规则 你要在三位女嘉宾当中 做一个初选 也就是说你要先排除一位 你认为相对而言 跟你最不合适的女嘉宾 然后做最后的抉择 爆出她的号码 9号吧 9号 谢谢9号 掌声鼓励一下9号 谢谢 那我们看一下 10号和11号的基本资料 刘姬碧 51岁 民营业主 年收入9万左右 有住房散偶 一个女儿已经独立 一个女儿归自己 喜欢绿油 赵海燕 46岁 育婴师 年收入6万左右 没有住房离异 一个女儿归对方 一个女儿已经独立 喜欢跳舞 黄先生 你是会从11号和10号当中 任选一位女嘉宾来牵手吗 是还是不是 是 是 出发 谢谢 非常开心啊 牵手成功了 是 好